这是一个被幽灵禁锢的夜晚 时间永远只会是晚上 幽灵会在远处一直盯着我看 吸收我的理智值 并在我丧失理智虚弱不堪的时候 发的攻击 夺走我的性命 虽然我可以在有光的地方恢复理智值 但是我的火把使用次数呢 只有一次 索性幽灵的血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二 而且零护甲 那么我们能否打败幽灵 破除诅咒 让太阳再度升起呢 游戏开始 在村子边上砍点树 做点工具 看到小白的脚了 趁现在有光亮赶紧处理吧 掉了一根骨头 那就随手拿来喂狼吧 我去 一根就变成狗了 真好 去村里面拿点吃的 恢复一下血量 我刚吃了个面包 门口就来了一只僵尸堵门 狗子 咬它 我去 什么东西 幽灵已经找到我了 快跑快跑 得去找个矿洞挖点材料 这怪也太多了 哇 狗子好强啊 猪猪好高 先杀蜘蛛后面小白 太厉害了 等会儿 我身上已经出debuff图标了 幽灵就在附近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还是安全屋 这屋子不就是石头做的吗 我可以直接拆架做实质工具 然后再去挖矿 做铁质装备 什么 妈呀 吓死我了 难怪刚才觉得 有股尸现在看我 幽灵原来一直走到外面 现在我们回矿洞去 挖点煤炭 这时候尽量不要用火把 我的理智质越来越少 但是铁矿 在这个时候挖出来了 不能放弃 快点快点 把熔炉合出来 用熔炉回点理智质 等会儿 这石头不对 我看错了 这是三废石 糟了 赶紧赶紧赶紧 赶紧挖石头 我去他牺牲了 记得了卡我了 我有实践 攻击力不差的 你不要过来啊 总算是赶跑了 赶紧插火把 回点理智质 不过物资没多少了 火把也用了 先回当村子吧 大碗上的 这他什么都刷 女巫都来了 什么情况 理智质突然暴跌 他发动了技能 加速吸取 哎呦完了 他走背后 我现在虚弱到 走不动了 你不要过来啊 默黑打游戏 心里压力是真的大 时时刻刻都在 提心吊胆着防刀子 真的是太难了 那么老样子 本期视频所使用的 数据包围 理智幽灵 安装前需要先 安装起源末座 喜欢的小伴 可以自行搜索 下载体验呢 那么我是阿阳 我们下期再见